最終的方案 期望年底至明年初 完成這個提案 並且在明年實施 2014年即將結束 仍然未聽聞有具體的一些立法的進展 本人再次促請當局 如期公布有關的方案 並且能夠就央職金的制度 設立明確的構建時間表 以免一拖再拖 而為了實現讓參與者 獲得較佳保障的目標 制度的設計上 亦都需要提供具保證回報的投資選擇 以免存款跑輸通脹 又或者盈利被大幅蠶食 按照非強制中央公職金制度的諮詢方案 社保基金是傾向於維持現有 以私人退休金制度的做法 由雇主及雇員自行去選擇 購買經過金融管理局批准的 私人市場的產品 過去四年本澳的通脹水平 基本上都維持在6%的水平 但根據金管局提供的資料 51個獲得當局批准 可以供選擇的退休基金之中 當中撇除了14個 由於成立年期短等等的原因 未能提供數據的基金 僅是9個基金 自成立至到現在的 年率化回報是多於6% 少於2.5%的基金有13個 更加有3個基金的回報是負數 雖然現時上述的基金管理實體 允許參與者有一定的自主投資權 但根據新加坡或香港等地方的實施情況 發現了不少的參與打工仔 較為傾向於被動投資方式 例如自行選擇 又或者被選擇為投資了一些預設基金 可見本澳的央職金制度 如果純粹是交市場自由運作 對供款人未必有利 政府有必要去自行 或者推動基金公司 設立一些具保證回報的產品 供這些隨緣一續選擇 目前新加坡公職金制度的帳戶存款 享有2.5%的最低收益保證 特別用途的帳戶利率回報 更加不可以低於4% 香港亦都在今年中 就設立強職金核心基金展開了資訊 而將收費比率的上限 定是1%以下或者以下 原本未有選擇投資組合 而跌入預設基金的供款 有機會是自動過戶制度核心基金 以減低基金管理費的支出 增加投資回報 倘一切順利 最快在2016年亦都會立法並且實施 投資回報涉及本金時間和回報率三個要素 澳門的央職金制度起步較慢 而且按照政府的建議 勞資雙方合共最低供款額 僅為僱員月薪的10% 在本金和時間有限的前提之下 有必要在制度設計上提供具保證回報的選擇 讓到參與者 尤其是已接近退休階段的中壯年去選擇的 無論如何 央職金制度作為社會保障網五大支柱之一 即使投資回報理想 相信亦只能夠滿足到基本 要享有較好的退休保障 仍然需要有其他養老保障制度作為補充 為此政府有必要繼續強化 社保制度的第一層資金投入 確保居民能夠繼續享有養老金的基本保障 以補充第二層央職金制度的不足 多謝